大半夜一部黑色轎車高速執行 卻越開越偏 先是撞倒民宅招牌 接著衝撞停在路旁的車輛 才停了下來 而發出巨大的聲響 嚇壞附近民眾前來為關 就蹦一聲很大聲啦 聽到兩個巨響 第一個巨響應該是撞到柱子 跟那個路樹啦 然後第二聲巨響應該就是撞到車 撞擊力道強大 一部黑色轎車頭全毀 後方兩部車的後車廂全被撞凹 連無辜的路人都慘遭牽連 我妹妹剛好在門口跟朋友聊天 結果就被波及到 大腿有大概十公分的傷口 當時駕駛一度受困車內 救護車到場趕緊將他拉出 連同遭撞的路人一併送醫 問他有沒有卡住 他有卡住啊 駕駛的部分是他頸椎有挫傷 所以他要在住院觀察 整起事件發生在台中市沙路 沙田路春河巷口 7號凌晨1點 肇事的王新駕駛聚餐時喝了點酒 就直接開車返家發生意外 經警方酒測酒精濃度高達0.66毫克 整起事故一共撞上了兩人三車 以及起衣店的招牌 這下不僅得吃上公共危險罪 還得面臨不小的賠償責任 記者陳水理夢章 張志凱 台中報導